我们今天拍摄的都是体重数十吨的大家伙 当他们一起翱翔在云层之上的时候 他们就相当于在天空中搭建起了一座运送人员货物的快速通道 这条通道甚至可以从陆地出发直达大洋深处 今天的G50距离就是让我们走进海军的预处级部队 来看看这些大家伙如何用他们的钢铁臂膀 守护我们祖国的碧海蓝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人民海军第一支运输级部队 当我们来到机场跑道的时候 巨大的运输机正在平稳着陆 除了一般的飞行训练外 这里也承担日常的人员和物资运输的任务 所以即使和我去过的尖击机轰炸机部队相比 这里的飞机数量并不算多 但起飞和降落的频率依然很高 这边降落的飞机刚刚停稳 另一架飞机就开始展开飞行前的地面准备工作了 我们趁这个机会可以去近距离地看看 这里的主力机型之一 国产运输机 我们这个运输飞机 运输是一款中型的运输机 它采用四个发动机 采用这个窝桨的飞发动机 每个发动机上有四片巨大的桨叶 来给它提供强烈的动力 同时整个飞机采用的是一个上单一的结构 这个机翼就像背在机身上一样 有点像一个伸强力状的工人 背着一个扁的 非常符合它作为一个运输机的身份 那么因为运输它是一款设计年代比较早的运输机 所以它在身上保留了很多老式飞机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在这边它这个机头的用具 刚刚它采用的是这样一个机头的设计 有很多块玻璃来组成 这个里面可以做一个领航员 领航员在起飞降落过程当中 可以更好地帮助机组来观察周边的情况 同时像在这种空头这种任务的时候 这个领航员也可以通过这个玻璃 更好地观察地面情况 让我们的空头不更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机头下方还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个维加罩 虽然机灵比较老 但是它看前方并不是只是靠人的肉眼的 像这个雷达呢 可以帮助运巴更好地看清楚 航路上的这种恶劣天气 那么让它呢 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的话 可以绕开 那么提高它的飞行的这种安全性 在这呢 我们来到这个运巴的机尾的位置 看着它整个机尾非常的平是吧 它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口 然后呢 这就是它的这个尾舱的门 如果把这个门打开呢 一些大型的货物呢 非常方便就可以放在它的这个货舱里面 如果需要的话 有的时候一些小型的车辆 都可以从这个舱门里直接开进去 实现快速运输 飞行机组抵达现场 和所有的飞机飞行任务一样 他们要对飞机的状况进行快速检查 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社的手里 拿着一个检查这个清单 一项一项逐项的检查 来确保每一个飞行安全相关这个细节呢 都受到这个飞行员的仔细的检查 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机头的这个 这几块玻璃啊 也是检查其中的一项 因为它跟这个飞行安全系相关的 我们现在这边看到 刚才说的这个领航员 他现在已经坐到了它的这个位置上 一切准备就绪 运巴飞机缓缓滑出 发动机运转起来的时候 巨大的轰鸣声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频段 比起喷气式发动机来说 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在这里都可以非常明显停掉这个发动机 飞行员在调节发动机油门的这个声音 现在在跑到尽头呢 飞行员可能会推击一下油门 对飞机的状态进行一个最后的确认 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起飞滑跑的阶段了 加速得非常快 今天是空在状态 所以它的起飞距离会相对比较转一点 有时候我们运巴也吃了非常好 有点很脆胶的这个特性 我这会给我甚至可以 看到这个今天可能时期比较大 螺旋桨的翼尖滑出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小的窝流 当我们把画面放大放慢 就能够看到我所说的窝流 螺旋桨尖端扰动空气 产生的瞬间低压 会让一部分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 形成这样漂亮的螺旋状的线条 这是在其他类型的飞机上 很难见到的奇观 需要说明的是 运巴这类中型运输机 除了可以独立完成运输任务外 也能和像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 形成互补衔接 把物资运输到战场前沿 或者机场条件不太好的偏远地区 所以它在空中运输体系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对完成这项任务的要求 也在变得越来越高 因为它不管是运输也好 这里边包括了人员物资 要求你的安全性必须要更高 全时备战全域抵达 就是在各种复杂气象 陌生包括复杂机场 我们能起得来落得下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而这支部队担负这样的任务 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在这里的军事馆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曾经装备过的 各类运输机型号 从运武开始 几乎所有的国产运输机型号 都曾经在这里服役过 而墙上的浮雕 也记录了他们执行过的 一次又一次 鲜为人知的重要任务 1957年组建以来 应该说是当时是我们人民海军的 第一支运输机部队 组建65年来吧 就是应该说我们在完成使命任务 发挥了一个突出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们60年代的 配合兄弟单位 击落美奖的PLV侦察机 然后到我们连续7年的 海洋监测任务 到我们98的抗洪强险救灾 还有就是我们08年的 512汶川地震的支援任务 我想这些历史事件 东南任务应该说都是 我们团队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所以海军的运输机 也在国防事业和国民经济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今天 他们依旧用一次次安全的飞行 一次次平稳的起降 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完成了又一个飞行驾刺任务 一架运8运输机正在返回机场 四个巨大的发动机 带动这个螺旋桨 整个飞机像一个展翅的鹰一样 然后它的颈翅全都放下来 这个体格会比我们在地面看的时候大了不少 就在下我们接近 非常平稳 更多的航空线 几十吨的大家伙飞在空中 稳稳当当的有一种 当然有一种不真实感 就是这种巨大的 用金属制成的这种物体 接近跑道的时候 却像漂浮在空中那样 非常的稳 非常的轻益 在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 对飞机的精心维护 是地勤人员的日常 至少在我看来 这些运输机的外表总是光亮如新 保持着良好的均荣风貌 而我也得到特别允许 帮工作人员完成一项简单的工作 给运巴运输机擦螺旋桨 它跟你家擦玻璃的时候 是一样的 这么来是吧 行 有什么要求吗 这上面 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把上面那个 螺旋桨上那个碱性给它擦掉 就防止它那个腐蚀 像张东一样 有点那个非得重置尸体 那个都给擦掉 对 还有那个灰尘 就是要擦一擦 就得擦到上面那个顶上那块吧 是吧 对 从那个桨片桨叶上 递得到下方 运巴运输机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货舱容积 并且适应在条件较差的 野战机场起降 它的发动机跟机翼一样 高高悬在机身之上 所以要给发动机 做一个清洁工作 咱们人就得受点累 爬个高了 四个发动机顶上也都擦下来 也挺费劲 而且擦这边还有反面 还有反面 想想啊 这反面擦的吗 一个发动机四页 是吧 对 每一页两个这就是八面 对 四个发动机三叉 而且还有那个 还有哪个 四个发动机 这个锥子也要擦死了 好 好 行 咱先把这井叶擦完 站着 站着是吧 对 对 站着守护着领飞刺 站着没事的 站着好像有点高 这能使点这儿擦吗 不使这儿擦不掉 对 不使这儿擦不掉 它就干上了 仔细看 这些地方沾满了起降过程中撞到的昆虫 把它们擦掉 不仅仅为了美观 更为了保护发动机表面结构 不会受到腐蚀 所以按照要求 一个也不能放过 简单的维护工作 可以在现场完成 但如果要做个全面体检 或者有更多要排除的故障 那么就得把飞机送去维修厂了 这个相当于给一架数十吨重的 空中巨型卡车 设计了一个4S店 有压力了吗 现在一百 一百十五 放在后一杯就好 这么复杂且专业的厂里 有没有我也能上手学一学的技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里是被称为万能工种的前工班组 师傅正在教我使用前工具 据说这可是维修厂里常用的技能 分割材料 你看画好线的时候把这个材料分割开来 然后还有开槽啊什么的 就用到锯 这是钢的 钢的啊 钢的它都能锯开 对45号钢 这口车是得架在这个上面 夹水瓶的 然后锯的时候会锯得直一些 右手握着这个握把 然后左手再扶着是起导向作用的 左手来起导向作用 对 然后再起锯 起锯的时候开始这个线 然后起锯了之后再 把这个就锯上了 对 起锯了然后一个槽 然后开始就这样 每分钟20至40次左右 每分钟20到40次 就是相当于3秒到1.5秒以下 对 放松一点啊 对 这个还真是能锯上去一点 但是 我看看 这才 有一毫米完 对对对 差不多 一毫米多 这一般要锯完这有多少时间了 这个 3.5分钟左右吧 3.5分钟就锯完是吧 对 老师您跟我说的这个 要经常干的话 习惯了可能会速度快一些 我发现这哪里的前功都一样 不仅要求耐心细致 还要求专注 像我这样跟师傅边聊边锯 指不定哪就出问题了 看 这开盖没多久 这锯的路线就有点偏离正轨的 这是不是锯歪了这个 对 有点有点偷 左歪了都 左偏了 师傅安慰我说 没事 还能修 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 终于要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用 我们这个钳工具是吧 就像一块钢材 这个歪歪扭扭的就是我的作品 要锯成师傅那样 确实还需要几年的功夫 那如果要锯出一个圆形呢 其实要做出这样的复杂形状 现在是可以依靠先进的设备的 这样一台设备 设计图纸放在电脑里 启动停止靠按电钮 割开钢板时冒出的不是锯末 而是这样的电火花 这样就能比人锯得更好吗 通过这个木丝 然后通过电流 产生那个电火花 通过电骨石把那个材料分割开来 人工加工的话 时间比较长嘛 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东西挪起来 把那个各种板料挪起来 然后一块切 对 一块切 做工具的时候就用它 然后还有一些飞机上的零件 也可以用它 当然制作小零件小工具 也只是维修厂里的工作之一 而很多的维修工作 不仅需要前工 还需要多个专业共同协作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车间里 就接到了一个大家伙 如果把进场维修的飞机比作病人 那么现在进行的就相当于是一台小型的外科手术了 很快伤口处被切开了一个带圆角的方孔 它这线位还不整个方方正正呢 方方正正它那个角容易那个硬力集中 这有这个二角呢 它拿那个什么力就过渡过去了 它不会说出现那个硬力集中的 哦 这飞机上特有的要求啊 这一点 对对对 使用直角结构容易在飞行的震动中 引起金属疲劳造成破损 这是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写的教训换来的标准 今天即使是这样的快速维修 也需要严格按照航空安全标准来执行 几个小时的手术完成后 再回过来看当时破损的地方 光节平整 就好像本来就是机体结构的一部分一样 安全是飞行的生命线 对于运输机部队来说更是如此 而飞行安全就是要靠各个专业 各个部门 每一个人对每一项工作 每一道工序的极致追求来换来的 在每一次飞行任务开始前的两个小时 有一群人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他们就是常务病 他们正驾驶着除草车 对跑道周边的杂草进行清除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在这里 除草也是安全重要的一环 我们平时机场为什么要做这个 杂草这个工作 因为根据咱们机场这个环境治理要求 那个机场草地的草长得太高的话 会吸引鸟群 动物 这样就是影响飞行安全 另外呢 其他车打不到的地方 我们还会利用人工 利用这种尖杯的打草机 人工打草 相比于大型的除草车 这种人杯尖扛的除草机 就显得很普通 它可以再低一点 比如说这种灯边草啊 车搁不到的地方 这些地方就需要人工 您也许会问 但是这样打出来的碎草 会不会污染跑道呢 没事 接下来 威力强大的强吹车 会从这里经过 它带来的气流 会把杂草和碎石子 都吹到跑道外面去 它一般就是 其实是冷吹的 也能吹饱雪 它这里边有台发动机 往上通过发动机 这个风机 然后压缩空气 高速 往上之后就是到这边 到这边它就是这有个风口 从这吹出来的 对 从这吹出来的 而对机场跑道 影响最大的情况 莫过于大雪了 这里的除雪车 正是为这样的情况 而准备的 它利用体内的发动机 产生高温高速的气流 快速去除跑道积雪 再一个这个就是 能调节喷管的高度 像积雪如果厚的话 厚的话这个高度 稍微低一点 它这样的话 把那个雪吹得就是更快 它这个风速 能达到就像那个 5公分的雪的吧 能吹15米左右 这是能15米这个 当然再先进的设备 完成工作之后 依然需要靠人 来进行最终的检查确认 我看看你剪了啥 和我们在影视作品中 看到的航母飞行甲板一样 厂务人员也要人工检查 在那儿的跑道面 任何细小的多余物 哪怕一粒小石子 一颗小螺丝钉 都不能遗留在跑道上 像这种的话 它不是有坏的地方吗 一般如果是有残留的 那个沙石什么的 那要是有活动 那必须给它剪掉 核桃有时候你要不要聪明 从那个坑洞 把那个核桃一下 给它就砸在那个核桃上 它吃那核桃是不是 它吃核桃里的鱼 主要是就是那个秋天时候 就这样一遍一遍行走 一点一点检查 取走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点义务 这样的行走 老马已经经历了快25年了 这是他和这条跑道对话的方式 每次走到跑道上 都是感觉就是在 在那个自己的 就是那个人生道路上 每走一步都感觉 都是说那个 在走自己的心里 每一个道路吧 基本上是咱们跑道上 就是每一块 每一块 都能说在自己脑海里 都能体验出来 因为每一块钻呢 我们都要掌握每块钻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什么情况 老马说 现在这条跑道的年龄 比一些刚来的新兵都大 守护好这里 是他和这群厂务兵们 不懈的追求 他常对连理的心战士说 当厂务兵 就先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为啥呢 因为是厂务兵啊 都能看出来 从表面能看出来 都是比较黑 为啥都叫厂务黑 是吧 确实都是说 常年就是那个 这个从早到晚 都在机场工作 太阳日光就是照射 都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 最有欣慰跟程序感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飞机的每次 顺利的起飞给降落 只要它们安全了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干到位了 当新一天的飞行任务开始的时候 厂务联的战士们 就已经退场了 有飞行任务的时候 它们的车辆 是不能在这里出现的 整个机场 就像一台时钟一样 精确而循环地运行着 不过今天 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 这是一架国产新型运输机 运9 虽然和运8 体型结构都很相似 但它却新出于蓝 更强大的动力系统 更轻盈的机体 以及更先进的航电系统 赋予了它更强大的运输能力 今天它在这里 完成了一次地面试车 算是做了个热身运动 而在不远处的教学楼里 即将开始驾驶这种 新型运输机的飞行员们 正在进行紧张的改装学习 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 飞行员们来说 改装新型运输机 自然是充满了荣耀 但同时 这也将是他们飞行生涯中 一次重大的挑战 改装这个新机型 新飞机 无论是在身体 包括心理 包括飞行员的技术层面 对飞行员都是极为巨大的挑战 在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包括每一个架齿 都要重新地去精雕 细琢 进一步夯视飞行员的基建筑基础 在确保飞行安全的前提下 让飞行员尽快掌握 新战机的性能数据 性能特点 操纵特点 新装备的列装使我们团在运输能力 实现了制的飞跃 也有效践行了我们团 这些全室备战 全域抵达的使命任务 很快我们会看到这些飞行员们 和新型运输机一起 出现在蓝天之中 无论是继续飞向大洋深处 去完成守护和平的使命任务 还是出现在抢险的一线 去挽救生命和灾难作斗争 他们都将延续第一支 海军运输机部队的荣耀 传承那份正当第一 敢为人先的精神 我们团的团队精神 叫绝对忠诚当洋版 精武强能当洋版 尊规手机当洋版 团结进取当洋版 作为海军的运输机部队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瞄准沿海 瞄准深难 我想这也是我们 这个转型建设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把我们的人员物资 飞得更远 送得更远 在这个转型前 我们的地区多感应该是 有点重复小的 但是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的地区 在这里 我们的地区